第17題 預觀察擺長對週期的影響 應採取哪兩次的實驗 這剛才跟第16題是一樣 控制編音法 我們要觀察擺長對週期的影響 就是我要改變擺長 其他因素保持不變 然後看週期擺動的時間 有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看到我們的數量數據裡面 我們改變了擺長呢 這邊夾與餅都是100 所以顯然是沒有改變擺長 有改變擺長呢 就是這個釘有改變擺長 可是其他要保持不變 所以就發現了甲跟釘 我們的擺錘質量是一樣的 我們擺角是一樣的 我們只有擺長不一樣 就符合我們的要求 只改變擺長 然後來測量擺動的時間 所以第17題問我們說 預觀察擺長對週期影響 應採取哪兩次實驗 我們答案選的是 C甲釘